歡迎小哥 歡迎歡迎 謝謝謝謝 小哥 恭喜你 恭喜你 不是是那個 卡拉OK 卡拉OK 太好了 謝謝謝謝 謝謝 請坐小哥 請坐在凹槽處 非常榮幸今天上你們節目 小哥不好意思先問一下 跟你這個東西無關的事 你有聽菲哥聊到有關 瑪格麗特結婚的事嗎 對媒體好像馬格麗特事件的凸顯 馬上把焦距也帶到了菲哥 其實他就算結不結婚 菲哥如果要追他的話 他也不是處男 他憑什麼事 不好意思 他講得太學名話 就是 要不要追他跟他結不結婚 沒有關係 不過這個菲哥其實是講 他是有時候 這個嘴巴上 這個非常有情調 我就知道他真實的話 有時候下了班 倒不會真的打電話去 他覺得哎呀 假如我們真的有行動 反而讓人家 就是那種朦朧中很美 真的有行動 反而覺得讓人家 就不太尊重我們 所以他其實一切 是為了節目效果 所以有時候開開玩笑 至於真的這個 其實他是空包蛋了 哈哈哈哈 謝謝 好那其實小哥上次 有為了專輯來上我們節目 當時你不在 不在 對這次推出的是卡拉OK 是是 上一次在你們節目中 這樣一告知以後 真的你們這個威力真是 哇好多這個 這個不管年輕朋友 也來聽我的歌了 還有一些年長的更不用提 那麼他們對這些 懷舊歌是一往情深 這次根本就趁勝追擊這個MV 拍的是非常的這個精心的設計 給大家聽歌之語還有一些畫面的配合 希望各位朋友也多多給我一些意見的指教 所以聽說是一天拍十支是真的嗎 嗯 但是這一天來講是十支 其實已經over到24小時了 嗯 超過24小時了 所以裡面十首歌可以提供所有愛唱歌的朋友 我覺得雖然是我媽拿到會很開心 可是真的是會苦了我們 怎麼說 不是她在那邊猛唱也蠻長的 哈哈哈哈 謝謝 這次演唱會聽說徐媽媽也要來 搶的藥 太棒了 也要下次再說明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菲羽青這個禮拜六開始就開拔了 這個演唱會的第一場 幾乎十三場 票都賣了到八成多到九成 真的 所以各位對這些懷舊歌 對菲羽青帶來的音樂 覺得還不錯的話 歡迎你們這個逃到最後的機會 那天跟奶奶吃飯 姑媽們也在 我就說 欸菲羽青大哥要開演唱會 幾個姑媽說 幫我拿兩張票 那紅的 紅的跟什麼一樣 我們大家蓬蓬場自己去買 自己去購買了 那小哥這如果已經賣到 都賣到八成 那有可能會在加場什麼 這個有的時候 這個業者也會跟我們反映 我們這個見狀況 這個隨時調整 不過如果打破十三場的紀錄 我想也是歷年來歌手 真的耶 尤其是這個懷舊歌 能夠創下這樣的一個紀錄 我已經感到非常滿足了 可是如果都已經賣到八成了 公關票還有什麼 幾乎 我也 你就只擔心公關票這回事 因為我姑媽一直給我在那壓力啊 一直在我弄票弄票 算了我們自己買 自己買 我每次在演出公司 他們都有跟我們有一種 所謂正式的 這個酬勞的這個支配之後 剩下了我都這個人也是滿自在的 不太好意思去干擾票房 讓他自由的走 那麼讓我也可以感覺到 這個電腦上網站上的看出來 他真正對自己的一種實力的考驗 這樣比較來自然 真實一點 不好意思小哥 我們倆自己不好意思 來年假的 今年來不及的話 明年我一定會特別留意一下 今年再加場啊 今年再加場 謝謝 不過已經十三場了真的 對這一個興趣唱到現在為止 真的 我自己是一直喜歡一種表情 跟我的人生觀 跟選音樂是一樣的 都喜歡清清淡淡簡簡單單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感覺 好像更能夠讓人覺得久遠 想不到這麼多朋友這麼支持 謝謝你們 小哥你每次 你每次在講話的時候 都在看哪裡啊 所以你上方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 超滿的希望 超滿的希望 感覺這個照房真的是 一直在看那邊 就那邊是有什麼嗎 超滿的希望 我任務達成了 好像今天雖然小豬不在 我都喜歡碰個小S 就要講講笑話 大S還有機會 我要聽了小哥 太親了 沒有問題啊 那太好了 我們兩個尺度很寬 真的好 是是是 請 說是有一對這個 新婚的夫婦 那麼出業之後呢 這個先生覺得太太好單純 就想說 夫婦 還沒有把衣服再穿回去 就想跟她溝通一下 怕她太單純了 這個東西 你都叫她什麼 小雞雞啊 哎呀真是單純 我們都是成人了 以後要改口 就叫楊具好了 她太太不需要說 楊具我看多了 你這本來就是小雞雞的 必須什麼反應 這反而太重一點 不好意思 廢主婦再收斂一點 回來了 還有比較親感的 沒有 反正我們是現場直播 還有還有還有 這個其實這個雞的動物的社會 也是有Social 正好今年是雞年 講個雞的笑話 就兩個雞在街上碰到 哎你好啊你好 最近過得好吧 有一隻就說 哎呀運氣不好 我也很懂禮貌 平白無故 挨了一個耳光 為什麼會呢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 另外一個陌生的雞 聊得好愉快 就說再見改天見 轉身想走說 哎呀一近如故 這是太難得 這位兄台等一下 下次如果碰到你 總要有個 記得你的稱呼嗎 林貴姓 哎呀這麼可惜 我姓蕭 他說好那下回見 蕭吉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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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小吉 哈哈哈 我这个不能粘在一起 尤其是信销的 哎呦 这真的其实读第一集的笑话 有小哥讲起来 真的都很脱俗文雅 很清新脱俗的感觉 我会这样 大一时还蛮enjoy的 我们就再来一个好不好 再来一个 还有啊 还有啊 还有 哎我想想想 有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刚才开始搭友 再开始捕捉了 好难得有一个机会 他们说 我们去度假 然后女儿说 好啊度假 出去度假以后 那天真棒 一开了那个房间 这不是两张床 不 这是一张床的床 这个房间 哇机会来 他们可以在一张床上睡觉 这个女儿还是要矜持一下 睡觉以前穿了睡衣 画一条线 我跟你讲 这条线你不能越过 你要是越过 你就是禽兽 那男生说 我不会 大天亮了 果然都没有跨过来 天亮都没有醒来 也是一个耳光 你怎么打我呢 我没有不遵守规则 想不到 那比禽兽还不如 这怎么办才好呢 哎呀我的妈呀 这也蛮妙的 很妙 捕捉之间的时候 这个拿捏好的很奇 所以如果去小哥的演唱会 除了听到他美妙的歌 我想这些笑话 也是免不了会来个几个号 哎呀免不了 有的时候还要这个说说笑话 这个或是模仿一下歌星 然后再正式的唱起歌来 又是这个深情款款的好 真的耶 小哥真的很喜欢你耶 真的吗 对啊 我都怕太老气了 那么好听 然后讲故事又这么好听 模仿又这么 然后又善良 因为有流浪狗啊什么的 听到最近也要画那什么乳房素描是真的吗 真的啊 对对我一直很想 其实我素描到有一点基础了 当然是很这个非常粗浅的 假如有那个为像你们也是喜欢动物 那会为一些流浪动物 因为这种作品不多 又代表自己想而还是一个明星背景的话 可能会有人有兴趣为这些小生命啊 做一个付出 所以是画乳房素描然后义脉吗 对对因为我觉得胸脖有各种造型 像小S的是富贵型 真的吗 大S的是贫穷型好不好 贫穷型 大S当时是智慧型 智慧型 这个形容很好 很好很好 所以是真的有model吗 真人model让你画吗 不用 这是我自己看的 一般就算他有穿内衣 我都可以感觉到 他没有穿大概size是如何 其实这个各种表情都有 因为器官的长法是各式各样的 还有斗鸡眼型的 那就是代表比较好像是 好像视野比较狭长的 还有画汤的 因为还有两边老死不相往来 哇塞 所以这个已经开始了吗 这个义脉 这个我在想等待这个 这个宠物也 而且需要这些 需要帮助的这些单位 如果需要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奇想的idea 他们真的来邀请 我倒真的愿意 试试看 大家在幽默中 其实是会集一种力量 谢谢 今天很感谢小哥 让我们那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小哥 谢谢 谢谢 不愧是